5月23日香港在沙田有三组的试集 跟大家一起看看 第一组集是12米 泥地 比较高分点的龙船鼓响 最低分都应该是龙脂73分 开集稍慢是龙船鼓响 跳一跳 现在在后面爆了 前面的精算风暴跳出来快点 站住不放 铁蓝 老窩 资光 大面库 潘顿氏 放在前面 精算风暴在第二 另外一只 约翰 摩亚 马房的格南 现在走上去 三只并投领放 第四位就是中档的非凡才子 铁蓝就是任我行 后面粉红衣 铁蓝就是龙之鹰 外面上了一点进战 尾二出闸稍慢的龙船鼓响 转弯的时候 也是前面的精算风暴 外面在外档占先一点 老窩之光 铁蓝第二 铁蓝第三 任我行 第四 非凡才子 第五 尾二仍是龙船鼓响 包到尾就是龙之鹰 入直路 中档的精算风暴 带着群区进来 铁蓝就是老窩之光 后面任我行 铁蓝就自己退了下去 外面非凡才子 稍稍上一点就是龙船鼓响 外面猛金棋 打到那边就是龙之鹰 去到最后八厘米 前面精算风暴都走上了 抛掉后面 直奔中点 赢出了试集 第二就是任我行 上一点 外面龙船鼓响追回第三 非凡才子 第四 最出还有粉红衣的龙之鹰 铁蓝退的就是老窩之光 转弯已经退了 铁蓝 好了 第一组集 时间不算特别很快 但也偏快 1分10秒100 清算风暴真的长期配合 都不知道搞什么 尝试走去8千米 摆明嫌短 我经常说这只马1400 甚至更长的好些 但是8.2500 1200打上都随时赢得的马来的 任我行 这只马初起 算是初起 我坦白说 这副我试试真的不错 我会给8分 但是这只马我暂时觉得是1600至1800 我觉得可以拖脚 不用来做胆 这只龙船鼓响是否应该还有一场 即是有一场级制赛可以争一下呢 114分 有点浪浪的 我初来打算他会去新加坡跑 跟村台专区争那场 但是他又不去 不知道要搞什么 但是状态仍然保持8分水准 这只马根本是好马来的 长期是一班阳榜赛可以入位的马 每次都是胆的了 然后非凡才子 其实这只马现在才开始成熟 脚发不是很漂亮的马来的 但是80分仍然有少少微利 湿地也特别厉害的 不过我觉得1600至1800会好过2000 不要弯那么长 但是1600和1800随时可以入位的马 其他龙丝鹰是越来越好的马 即是经常见到他试习都试得很好 8分水准 但是暂时最多都是拖脚 另外大摩两只刺购马 都断得几快的 隔蓝和老河之光 我都说了大摩马房那些马 最贵的马 还不贵你钱吗 这些一定很贵 不知道可不可以 但总之一定是很便宜 但是他就卖很贵的马 好了 第二组 也是1200米 这组比刚才那组少少少 1分10秒6-7完成的 有雷电宝 卫美公主 黄帝赛 天意 达道之星 准备拖档了 王極举起了 起步 都算出得几齐的 稍微慢了 就是达道之星 现在走上去跟上去 都是外面 红衣服 就是卫美公主 快脚的 就放在前面 雷电宝出集都爽的 在外面 贴蓝衣 就是达道之星 外面第四位 就是黄衣服的开心计划 接着这架马后面 就是中档位置 六三的天意 和外面的皇帝 包了落尾 落后了两个马位 就是那只 欢乐家庭 开始入彎的时候 前面 就是卫美公主 在二叠先 第二位就是达道之星 帖兰 第三位就是三叠 那只就是雷电宝 开心甲位 就退了下去 皇帝坐过了 帖兰就是天意 包了落尾 还是这只 欢乐家庭 入直路 由头到尾 都似乎是这两只 卫美公主 中档的占先 入面达道之星 稍稍退一些 外面就是雷电宝 后面天意 很轻松的 按住 外面皇帝坐上 欢乐家庭 跟着皇帝坐 外面自己退了下去 就是开心计划 去到最后一百米的时候 前面那只雷电宝 就压过了这只 卫美公主 就有机会赢出这只 市集的 多日都很近的 雷电宝 卫美公主 外面皇帝坐上回来 是第三天意一路拖 是第四的 后面黄山 欢乐家庭贴难 退了来就是达道之星 包了来就是转圆弯都退了 就是开心计划 好了 第二组集 时间慢一点 始终感觉上 这个 卫美公主 雷电宝 都是四班尾马 雷电宝 就是五班马 所以这组集的 头三名皇帝坐 虽然他骑下去 是不差 但是始终要骑 所以头三名 我勉强 但是独狙给我8分水准 但是还是拖脚 特别的环美公主 一直都觉得不棒 跑泥地会好少少 就是菊草 跑草地真的没什么杀脚 纯粹靠前肢 未必可以的马 即是 贏到两场 撿到两场也太好笑的马 我觉得 无排除会进步 但是 有一少许觉得这只马 真是不棒 看看高东来会搞成什么 天意輕鬆追近 慢時間正正常常而評分沒有優勢 所以又是8分有狀態而拖腳 達度之星很少可阿塞 我不太認得馬主名 但很少有國際拍賣會馬 他肯收而進度那麼差 所以我想這隻馬 留意進度看看會不會下季 會不會有力度更好 現在是完全不夠力水的 你說後面沒有精神騎下去 完全打下去也不肯走 歡樂家庭有少許班底 和比較熟少少 他輕鬆地撲近 都可以的 但你記住這些是屁屁 第二是開邊打下去才有這樣的反應 這個馬房講過很多次 我都不是這麼看好的 他也不是連馬 他也有賣馬為主 好了 是這麽多 先講第三組 為什麽我經常講 我會賣馬為主 一隻馬賺100萬 等於四十場 好像四十場 四十場 二十幾三十場 當三十場的四班頭馬 我會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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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戰龜 尾以金錢炮 包了到尾 協力神區 預備入直路的時候 前面實力飛區 夠快分 最高的 放在鐵欄 帶著群區進來 跟著第二是金炮 可以 外面金帆碗 一路數出去 紅衣仔 即勝利寬星 鐵欄上一些很利潛 中檔後面 粉紅螢光黃帽 那隻就是自由氣 鐵欄安堤後面 戰紅三千 外面協力神區 中檔白衣 金錢炮 退了下去 水戰龜 去到接近終點的時候 走信了 最高分 都是他贏的 實力飛區第一 第二更跑得 外面勝利寬星 現在湧上去 就是好利潛橙衣 中間 飛色衣就是金飯碗 跟著後面 就是自由氣 白衣就是金錢炮 鐵欄就是安堤 最出 藍衣就是協力神區 尾以 馬會賽伊 戰紅三千 包了到尾就是水戰龜 好了 第三集時間正常 實力飛區 一氣可成完成 但是對手差 在外面殺了過來之後 贏閘很慶 就是很正常 但是他之中94分 太浪了 評分 狀態幾好都好 狀態幾好都好 8分水準 拖腳 我想在二班 永遠都是拖腳 跑第二更跑得 這隻是自購馬 但是看不到他的評語 看不到外地籍 我贏了場 處女馬賽 在三級賽中 輸七個馬威 很遠 時間不漂亮 所以 我有少少 覺得這隻馬是短途 但是真的要看看他的進度 暫時 我勉強給八分水準 初出拖腳 但是我猜他應該會再試兩貨集 好理前試得不錯 我覺得是全組試得最好的 但是也是給八分 苗里德應該會很認真去招呼何超霞 何超霞的馬 但是暫時拖腳 在外面的金飯碗和勝利寬星 你很明顯地看到兩隻馬 勉強有狀態 但是對手太差了 才從前面回來 勉強給八分 平分勝利寬星比較浪 我建議拖腳 金飯碗 過終點後余世非常醫藥 所以我只能夠給七點七五 安堤 這隻自購新馬 又是沒有血統的介紹 協力神區好像未夠最準 但是我給分都給七點七五 但是真的要罵一罵 金錢炮全程禁食 過終點後余世好 我會給八分水準 因為他現在的評分仍然有少少微利 我覺得 當然了 37分 如果用何則要 沒有榜減就問了 但是如果用年輕人去減榜的話 跑田祖千六 我想千四千六會更加好的 我要罵的一件事 戰紅三千和安堤 試得雜 那自購新馬 你不給別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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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知你什麼馬 第幾次 說了很多次 馬匯真的幫幫忙 不要這麼傻 你又要 給別人出來試雜 你要給錢去買 買東西 買那些血統分析 但是你又不給別人看 現在雜的試試 你又沒有 那我怎麼知道這隻是什麼馬 對吧 我見到那隻安堤是自救新馬 賤紅三千 就說余平坑和紐西蘭很便宜的馬 但究竟是什麼馬 你給別人看才行 會不會在香港有兄弟馬呢 會不會同武器呢 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怎麼令人放心 做多一點點可以嗎 考慮一下 在用家角度去想一下 多謝大家收聽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去關注我的Facebook 還有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拜拜